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在本次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股票市场的动荡情况 并分析各大金融机构给出的见解和建议 环球邮报的市场策略师Scott Barlow和BuffA的量化策略师Savita Subramanian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市场背景 并推荐了一些 让你安心入睡的股票选项 他指出标普500指数自7月16日高点以来已回落超过8% 但这种回调并不罕见 全面熊市的可能性也较低 BMO和UBS的策略师则详细分析了市场中的各种动态和未来走向 同时Dogu US和Guardian报道了近期市场的剧烈波动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的重大跌幅以及市场迅速反弹的情况 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日本央行的措施以及各种经济数据 都成为了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 投资者们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应如何应对 哪些股票能在风雨中让你安心入睡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我们的详细报道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源于《环球邮报》 由市场策略师Scott Barlow提供每日市场分析和研究 美国银行Buffet的美国股票和量化策略师 Savital Sobermanian在一篇报告中 为最近的市场动荡提供了一些背景 并推荐了一些让你安心入睡的股票选项 这些股票由于其相对低风险的特点 被认为是当前市场环境下较为稳健的投资选择 首先 Savital Sobermanian指出 从7月16日的高点开始 标普500指数已经回落超过8% 他强调 这种幅度的回调并不罕见 自1930年代以来 平均每年会出现3次5%以上的回调 而10%以上的修正 平均每年会出现一次 最近一次的较大修正出现在2023年秋季 根据历史数据 全面的熊市及20%以上的跌幅 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历史上标普500指数见顶前的信号只有50%被触发 而之前市场见顶前的平均触发率为70% 熊市平均每3到4年发生一次 上一次是从2022年1月到10月 尽管经济数据疲软 包括就业报告和ASM指标 引发了对衰退的担忧 但Sovar Manian的经济学家团队 预计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而不预期会有衰退规模的降息行动 并预测首次降息将于9月进行 这位市场提供了一些稳定预期 为了帮助投资者 在当前环境下 找到较为安全的投资标的 Sovar Manian筛选出了一些公司股票 这些股票的5年被塔值低于1 标普的信用质量 评级为币或更高 且在长期基金中持仓不足 同时在Buffet的评级中为买入 这些股票包括 Consulted Edison in Lawheel Martin Corporation Jack Henry & Associates in All-I & Energy Coral Rawenz in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CNS Energy Corporation Kroger Co. Resmet in Excel Energy in Athlake Inc. Dabular or Boku Corporation Pepsico in Assuant in Ch. Robinson Walby in Assist Property Trust in Packaging Corporation America Kroger Co. Corporation Digital Reality Trust in Walmart in Albo Global Markets in M&T Bank Corporation Hocacola Company Dominos Pizza in Oikonai Technologies in 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 Pinnacle West Capital Corporation Colgate Palm of Company Oikonai Company Inc.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In Quest Diagnostics Inc. Wast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 Air Pars and Tango LM&B Unity Pars Discorded OnDivon E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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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 BMO分析师 Michael Markets 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ghts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 指出标普TSX Capgrid指数 在连续5周上涨后 于8月2日当周下跌了1.7% 其中只有两个成分股 PMZ正2.2%和FCR正0.6% 收于正值 表现最差的是AP-7.7% NWH-3.9%和DR-3.5% 10年期加拿大政府债券收益率 下跌了31个基点 限为3.01% 而50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 分别为3.42%和3.52% 此外 UBS策略师Andrew Garthwaite 也给出了4个卖盘的原因 和6个全球股市上行的理由 他指出 最近事件的4个潜在催化剂 包括美国数据疲软 对科技的普遍担忧 日本央行的意外举动 以及中国在第三次全会后 缺乏任何积极的刺激措施 他还提到 7月和8月的10%以上 卖盘并不罕见 可以迅速逆转 或成为熊市的开始 对上行的理由 他指出 市场现状比平均水平低 0.4个标准差 股权风险溢价 ERP为4.7% 信用利差是违约率的两倍 美联储可以在需要时积极应对 货币政策应有效 且若美联储降息 且没有衰退 通常市场表现良好 另一篇来自Yahoo US的报道 则回顾了本周一华尔街的表现 那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4%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 道琼斯指数则下跌了1034点 同时 今年股市的明星 七大奇迹 仅在周一就损失了约6520亿美元的市值 亚洲市场的隔夜崩盘 导致美国股票期货 在周一凌晨下跌了多达6% 引发了对日元套利交易状况的新担忧 在面对市场的巨大波动时 华尔街策略师提出了各种解释 包括日元套利交易的解除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民调数据更好 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交易和低波动性过于自满 甚至沃伦 巴菲特削减其苹果持股的消息 也成为了探讨的焦点 上周市场的转折 主要受到美联储动作的影响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最近招聘放缓和失业率 上升是劳动力市场正常化的一部分 但投资者似乎对此并不买账 市场担心美联储可能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被迫降息 而非从强势位置降息 最后 《卫报》的报道指出 市场在超速反转星期二中 迅速反弹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 在经历了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崩盘后 强势反弹了10% 南韩的Kospi指数上升了3.7% 而澳大利亚的S&P ASX200指数 则小幅上升0.4% 德意志银行策略师James Reed称 这是 亚洲的超速反转星期二 并指出 市场的剧烈波动 让人感到惊愕 总的来说 市场的波动 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日元套利交易的影响 以及科技股的高估值 带来的不确定性 然而 一些分析师认为 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尤其是在美联储可能采取降息措施 以及全球经济政策的调整的背景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周一的市场卖盘中 Buff A的美国股票和量化策略师 Savita Sobermanian 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 并推荐了一些 让你安心入睡的股票选项 标普500指数 自2023年7月16日的高点以来 已回落超过8% 但这种幅度的回调并不罕见 自1930年代以来 平均每年会出现 三次5%以上的回调 而10%以上的修正 平均每年会得出现一次 全面的熊市 即跌幅超过20% 也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历史上标普500指数 见顶前的信号 只有50%被触发 而市场见顶前的平均触发率 为70% 尽管经济数据疲软 如就业报告 AZM等 引发了对衰退的担忧 但BuffA的经济学家 预计经济将软着陆 不预期会有衰退规模的降息 并预测首次降息 将在9月进行 Subramanian 筛选出了一些较为安全的股票 这些股票的5年 被塔值低于1 标准普尔的信用质量 评级未必或更高 且在长期基金中 持仓不足 并在BuffA的评级中 未买入 这些股票包括 ConsolidatedEasonInc Aheb Martin Corporation Jack Henry & AssociatesInc I&EnergyCorp RoundsInc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CMS Energy Corporation CroberCo RasmatInc ExcelEnergyInc CroberCo CroberCo 这些股票包括 ConsolidatedEasonInc Medtronic Medtronic ConsolidatedEason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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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BAV量化策略师 推荐的那些 让你安心入税的股票 首先 从历史角度看 市场波动是正常现象 标普500指数平均每年 会有5%以上的回掉三次 10%以上的修正一次 因此 SuperMoney的观点是 现在的市场回掉并不罕见 更不用说全面熊市的 可能性低于历史平均 他推荐的股票 如Pepsico和Coca-Cola 都是低倍塔值 高信用评级的公司 风险低 适合长期持有 这些公司即使在经济动荡时期 也能以稳健的业绩保证投资者的收益 让人安心入睡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么说好像也没错 但你难道没看到市场在卖盘中的疯狂波动吗 光是上星期一 内斯达克下跌了3.4% 标普500也跌了3% 这种情况下 你还敢推荐什么 让你安心入睡的股票 简直就是在嫖赌财神的逆境中挑战信念 那些推荐的股票 不过是些过去表现好的公司 现在在这个波动的市场里 谁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继续稳健 更不用说 市场对人工智能这类新兴技术的狂热追捧 也让人心慌 说不定哪天泡沫就破了 谢琪琪 我不得不说 你的怀疑很有趣 确实 市场总有波动 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挑选那些低倍塔值的股票 Pepsico和Cocacola这类公司 不仅业务稳定 还拥有全球市场份额 简直像是投资界的长城 根据过去的数据 这些公司在经济困难时期反而能吸引更多消费 因为大家都需要基本生活用品 而且Supermanian也提到 这些股票在长期基金中持仓不足 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 像Lockheed Martin这类公司 还有政府合作保驾护航 简直是稳如泰山 楚天书啊 你真是老谋深算 但我还是要说 这些股票不太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那么可靠 就拿最近的市场来说 沃伦巴菲特都在血减他的苹果池仓 难道你比他还有信心 此外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政策变动非常敏感 连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在剧烈波动 这意味着市场的风险远远超过你所说的低贝塔值 能够承受的范围 投资者应该更灵活 不要被那些看似稳健的股票所迷惑 否则可能就像在玩俄罗斯轮盘赌一样 最后一枪正中红星 谢琪琪 你还真是敢说啊 但是要知道 投资不是儿戏 更不是赌博 需要的是长期的眼光和策略 就像BAV的分析师所说 经济将软着陆 市场情况也会逐渐稳定 再说 那些低贝塔值的股票 像Procter & Gamble和Walmart 不仅仅是稳健 更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消费者不会因为经济波动而停止购买 历史数据也显示 这些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表现出色 而且他推荐的股票 在BAV的评级中都是买入 说明专业投资机构 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些股票不仅能让你安心入税 还能在未来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楚天书 你这么说好像这些安心入税的股票 就万无一失了一样 市场上没有什么股票是100%安全的 特别是在这种波动剧烈的时期 你说的那些公司也许业绩稳定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受到市场整体情况的影响 就连股神巴菲特都在小心翼翼地调整持仓 难道你比他还智慧 投资者应该多元化配置资产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几只所谓稳健的股票上 当市场大风吹来时 谁也不知道哪根稻草会被吹走 还是要多保护自己 灵活应对 这样才能真正安心入税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